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 在湖南长沙 一个由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生前仓义打造的种业硅谷正在崛起 为端牢中国饭碗孕育农业新 和造新的 种子资源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源头 小心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湖南省农作物种子资源部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种子布满了整整体 面墙 湖南省农作物种子资源库制 1992年正式启动以来 已经保存了来自59个国家或地区 国内的32个省份的3万多份种子资源 涵盖56种作物 我们收集到的每一份种子资源 它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包括珍稀的那种野生植物 还有地方材料 我们都把它保存下来 让它们一直维持它的原状 但有一天科研人员 或者是产业发展 需要它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拉出来 发掘它的优点 克服它的缺点 让它为农业的强大 做出贡献 如果说种子资源 是种业被卡脖子的第一道关卡 那么育种技术 就是另一个需要突破的卡点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 岳路山种业创新中心 走进展示厅 可以看到续芹 水产 辣椒 杂椒水稻 等各类生物品种 琳琅满目 岳路山种业创新中心 是长沙种业硅谷 数十个创新平台之一 针对种业科技创新中 存在的创新要素分散 协同创新水平不高等问题 这个由政企园校等20家单位 共同建设的种业创新中心 以分子育种生物智能大数据 这两个关键共性技术平台 为水稻 油菜 蔬菜 油茶 等八个专业研究中心 提供技术支持 力求在重大型战略品种的 选域上取得突破 走进该中心的 华制生物国家级分子育种 创新服务平台 这类育种没有大棚 也没有田间地头 农民忙碌的身影 只有一台台不停运行的 高通量分型检测测序设备 科学家们通过这些 高端仪器设备 和强大数据算力的底座 精准预测 被测植株的形状表现 传统育种跟分子育种 其实它不是完全割裂的 因为分子育种 它更是一种 在传统育种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很多这种 现代的生物学技术 来加速传统育种的进程 甚至是解决一些 传统育种中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加了这些基础之后 它的育种的周期 以及育种的目的性 就更强了 育种周期会更短 我们与圆圆士团队 在道文病和白油菇病的 抗性材料的培育这一块 如果说按传统的办法 大概要5到8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通过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 这个技术 加进去之后 把这个周期 缩短到2年10个月 在长沙打造一个种业硅谷 是袁隆平院士 2013年发出的倡议 如今 种业正在这里 激厚城市 拔洁生长 创新成果频出 杂交水稻 骨子 石葵种子市场占有率 全球第一 杂交玉米 辣椒 黄瓜种子市场占有率 全国第一 十四五时期 长沙种业硅谷 将力争创制出100项以上 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 新技术 新基因 新品种 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 达到100个 引进种业领军企业100家 为中国饭碗 助牢底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